立法院在野党想要監督行政院 做的任何事情 他到最後都用非常高傲的方式 就是拒絕提供資料 或者是根本拒絕回答的方式來因應 最明顯的當然就是NCC 不管是他在撤銷中天的執照也好 或者是草率的給了靜電室執照 而且給的過程當中 疑雲重重不符合所有當時的委員 所訂定的先決條件的情況之下 還是要給執照 這一切的問題 那麼立法委員要監督根本不可行 因為他拒絕提供資料 他拒絕回答問題 那這一切的拒絕有沒有後果呢 沒有後果 這才使得改革無法這件事情 現在變得非常的急迫性非常的高 民進黨狂宣傳 但藍軍的國會改革案通過之後會查百姓水錶 因為根據國會調查權 立元可以要求政府機關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士 提供資料結束調查 如果不配合可以連續處罰 而立委立刻上演這種質詢戲碼 但是修法中明明規定立元調查聽證會民間人士可以拒絕出席 涉及隱私秘密或是和主題無關立委無權問 就算問了也不必回答 單位嘲諷民進黨是不讀書 還是深怕自己幹的好事會曝光 王定宇跟袁若芳在他們那個套房裡頭有沒有共用廁所 即便立法院行政法調查員通過 這個是不能調查的 不是什麼都是可以調查 一定要跟國家社會人民的權利有重大的關係 民進黨這些立委根本也不看法條 黃潔他應該回去多讀讀書 這次呢戲精上身 問題是演的都是這種三流的戲碼 藍軍說國會聽證權和藐視國會罪 過去全都是民進黨高層的主張 一般人民納入調查範圍啦把企業納入調查範圍 也通通都是民進黨八年之前就已經寫在法案裡面的 尤美女 顧力雄 林佳龍 陳其邁 通通都是連署跟提案的人員 回頭看看綠營大官親口說過的主張 比對如今瘋狂阻擋 民進黨橫橫打了過去自己一大巴掌 大家好 我是報告人陳鳳馨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還一度民進黨造謠說 主要是要去討論這個東部的建設條例啦 什麼兩兆乾坑法案啊 其實這件事情一切都是謠言 為什麼啊 因為確實它在東部的建設條例這件事情上面 它裡面的爭議性相對是比較大一點的 我不能說它是不好的法案 但是它有很多可以爭議可以辯論的地方 所以當時呢民進黨的策略是 我主攻東部的建設條例 然後呢把立法院的改革五法放到後面去 但是它想要調整把東部條例放到第一個案的時候 國民黨立刻拒絕了 雖然它是國民黨提出來的法案 但是他們知道說改革五法其實遠比 東部建設條例來的更加的重要 所以他們不接受民進黨的提議 那可是民進黨人就要用東部的條例 然後去這個整個的抹黑 整個的這個爭鬥 然後呢同時要模糊化焦點 好所以重心點其實就是在立法院的改革五法 究竟在改什麼東西呢 坦白說其實它要改的事項 是十年前民進黨那個時候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呢 它是在野黨的時候呢 所提出來的內容 那麼這些內容呢 後來因為蔡英文執政了 而且蔡英文不但掌握了行政權 在立法院呢一黨獨大 她呢能夠完全的通過 她想要通過的所有法案 不管是當時的這個 八千億的這個地方基礎的 這一些建設條例 所謂的前瞻建設條例啦 還有包括了黨產條例啦 然後以及呢後來我們發現了很多疑似的弊案 譬如是像是高端疫苗的問題啦 還有包括了像是進口雞蛋的 超私雞蛋的問題 然後以及購買這個 這些試劑就篩劑 那麼快篩劑的這個整個的發包的這些過程啦 就你會發現立法院啊 在野黨想要監督行政院做的任何事情 他到最後都用非常高傲的方式 就是拒絕提供資料 或者是根本拒絕回答的方式來因應 最明顯的當然就是NCC 不管是他在撤銷中天的執照也好 或者是呢草率的給了進電室執照 而且給的過程當中 疑雲重重 不符合所有當時的委員 所訂定的先決條件的情況之下 還是要給執照 這一切的問題 那麼立法委員要監督 根本不可行 因為他拒絕提供資料 他拒絕回答問題 那這一切的拒絕有沒有後果呢 沒有後果 這才使得改革武法這件事情 現在變得非常的這個急迫性 非常的高 524立院表決大戰 藍白立拼 國會改革法案三讀通過 朝野勢必再有一波激烈攻防 卻在此刻傳出有黑道勢力介入 試圖威脅再也立為安全 民進黨已經動員了 中南部的黑道 要到台北來 對所有的立法 在野的立法委員 做一個人生的一個殘害 呼籲柯建民柯總召 民進黨懸崖勒馬 傅崑琪稱接獲憲報 民進黨動員黑道 民眾黨立委則表示 沒收到憲報 但日前也曾被犯罪前科者 潛入立法院跟拍 民進黨團強力博士 直呼是做白日夢 請問副總召 你的憲報從何而來 你是做什麼白日夢嗎 朝野攻防在激化 傅崑琪還爆料 柯建民寄出買水戰術 把立法院的水全部買光 不知道是要拿來當武器 還是刻意不讓再也有水喝 明天民進黨不只在立法院 要做人生的謾罵之外 最重要明天 他們準備用暴力攻擊的方式 來對付在野黨 我們明天嚴正以待 再加上民進黨一手呼籲群眾 上街抗議黑箱 一手抹紅抹黑 民眾黨痛批用假訊息 混淆民眾 光是藐視國會 林佳龍 陳其邁 顾力熊 過去提出四種版本 罰則都比藍白更重 但其餘不論是用詞 規範範圍都和綠營如出一撤 要逐條討論民進黨卻狂提四十次散會動議 原來只有民進黨的多數才是民主 在民進黨一再的宣稱說 只要國會有聽證調查權 就會洩密再製造人民的恐慌 我們的方案絕對沒有超越他們 原來提案的範圍 更不會超過憲法的授權 公民團體宣傳524跟528再佔立法院 藍尾也備戰輪流排班首議場門口 國會改革法案即將三讀之際 行政院長卓榮泰將在9點20分個別拜會藍綠白黨團 判緩解朝野對立否則衝突一觸即發 它當然是問題 就是說在過程當中發生這種粗暴的現象 它一定是體制上面不夠完善的部分 但是其實任何體制都一樣 就是說它有規定的部分 但也有人為執行的部分 不會有任何體制是完美的 它都必須要不斷不斷不斷的學習 即便學習了幾百年 坦白說 我覺得民主體制是有它盡頭的地方 比如說你看到英國脫歐的一些亂象 比如說你看到美國現在 在總統大選當中 兩位老人家他們彼此之間 像小孩子一樣的這一種爭鬥 它都是民主體制出了問題 但英語其實說是體制出了問題 倒不是說這個體制本來就是有它很大的一些Bug在 都是有它的這一些漏洞存在 那一旦體制運作的不夠良善的時候 或者整個社會沒有辦法運轉得很好的時候 這一些問題就會浮現出來 然後影響整個社會的運作 英國如此美國如此 台灣其實到今天為止 我必須說它還是幼稚園階段 民進黨使盡手段狂膽國會改革案 不只場外動員 大批人士包圍立法院 既然有人直闖國會立委辦公室 送上祭拜用的菊花 還用黑子寫下晚點名來恐嚇立委 我是陳 公報處哪一科 您總是有科吧 宋華女子聲稱自己是立院職員 但說不出是哪一科 馬上改口說出這種答案 我是華氏 你又說華氏 我現在搞不懂 公報處下面的華氏 直播助理 公報處底下有個華氏直播助理 對啊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 你不要講什麼小不小 沒有什麼小不小 一下說立院員工 嚇一秒又變成電視台直播助理 就算是記者能直闖立委辦公室嗎 一旁穿白衣的立委沈柏陽助理 幫女子護航大罵警方 大師什麼啦 你兇什麼 去不去 你兇什麼 好 現在就請他們離開這邊就好了 好不好 立委助理官位好大 要警衛當場放人 立院出現違安大破口 藍尾炮轟 如果能直闖辦公室不法辦 這次送花 下次會不會送炸彈 其實的我們 每一位的在野黨立委 真心交迫 莫名其妙的人 來隨便出入 今天送花 後天送炸彈也有可能啊 民進黨的立委 還要包庇 不理性的民眾 我們的助理是請他離開之後呢 然後就跟著他走到電梯那邊 我們就說這個就交給警衛 民進黨立委李昆成的助理 遭控在議場二樓 偷拍欄尾的手機對話記錄 還PO上網 瞬間引爆網友公憤 賴斯堡 王宏偉等人 受害揚言提告 我當天就在李昆成的前面 我就質問他 我說你知道你的助理 在幹什麼事情嗎 在幹違法的事 在幹偷窺的事情嗎 我們是不會山巴甘休的 做違法的人一定要付出代價 這涉及到妨礙隱私 妨礙秘密 要復興者的 網友怒吼 民進黨奧波進出 簡直醜態百出 綠營場外搞大動員 染毒網紅又再度到場 各種杯葛秀 民進黨一再創下紀錄 我覺得至少這一次 應對的還不錯 就是雖然亂 但是亂中知道目標是什麼 而且你可以看到那個 在亂的過程當中 其實凝聚力是更強的 更團結的 內部沒有任何一點點雜音 其實這件事情 第一我們先從藍 白 在兩個政黨當中沒有雜音 這就是已經很難的一件事情了 而在國民黨內部 也沒有雜音 這從過去的歷史上 你會發現也是很不一樣的 一個事情 那第三個 其實我前幾天還在 跟一位朋友聊天 聊到這件事情 他說國民黨的內部的 組成的基因 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了 那麼在因為國民黨 在2000年之前 長期執政的情況之下 所以所培養的精英 他們的重心點都是放在 趕快拿到政權我來做官吧 所以從那個 要進入官場的角度 就會覺得 那必須要注意啊 萬一自己執政的時候呢 這一點不能做 那一點不能做 一點穿草鞋的心態都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 經過了這個二十多年的時間的 重新的這種組合 然後擠壓之後 新一代的國民黨的這一些 政治的這一些 活躍的這一些年輕的一輩 他們是沒有什麼 心裡頭要當官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他們的理念性更強 所以他們對於 要如何的去達成他們的 理念的這件事情 是更加的堅持 而不受任何的 比如說什麼招判啊 納翔啊 這樣子的一些誘惑 他們是不接受誘惑的 那這件事情也是 它內部的基因結構 已經出現了改變 所以我認為 從好的角度來講 他們這一次的表現當中 有一些可以值得 來肯定的地方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 在空戰的部分 在網路的輿論戰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戰鬥部隊 是不夠的 而這個戰鬥部隊 跟立法院的這種立法 過程當中 到底思考的是什麼 核心焦點是什麼 然後如何的去跟反對者 彼此之間來論述論戰 因為這個論述論戰 理論上應該要在立法院 但當立法院 民進黨要用暴力的方式 讓討論這件事情 無法進行的時候 它的討論就會到網路上 所以網路上的空戰 未來會比現在更加的重要